2021 中国足协杯第一轮 第二轮中以俱乐部的比赛 已经全部结束 根据赛制规则 中以 中甲 中超及一支上赛季成绩最佳的国内业余球队 将获得本赛季足协杯 参赛资格 中以24支球队 进行第一轮 第二轮淘汰制比赛 产生6支竞技队 中甲18支球队 进行第三轮的单场淘汰赛 实现18竞9 产生9支竞技队 再加上一支业余球队 共16队 与中超16支球队 积身32强 在第四轮 也就是16分之一决赛中 中以 中甲 及业余球队 他们将分别与16支中超球队比赛 随后逐级进行淘汰赛 直至产生冠军 其中4分之一决赛 半决赛计划 采用双循环赛制 其他各轮包括决赛 采取单场决胜制 不过 受到国足12强赛等影响 为了鼓励各级俱乐部 积极参加足协杯赛 中国足协明确 会将新赛季一个亚冠正赛名额 留给本赛季足协杯 冠军球队 由于本赛季足协杯赛决赛 也很可能安排在11月 也就是12强赛 竞赛周期内举行 意味着果角 可能也会缺席 这或许也会给所谓平民球队争当黑马 创造机遇 在此前结束的第一轮 第二轮比赛中 中以的西安俊郎 丹东腾越 陕西勇士超越 U20国家队 四川民族 青岛青春岛六支队伍 成功进入足协杯赛赛 在18日开始的第三轮中甲单场淘汰赛中 浙江队点球3比1 淘汰北京理工 也成功拿到一个足协杯 正赛名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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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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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